谁能想到把山药用刀拍碎 出锅就是全家人爱吃的早餐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准备五毛一斤的山药 去皮之后,先用刀给它拍碎 拍碎的山药装入碗中 倒入适量的面粉 使每个山药里表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最后把它拌至松松散散的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下面准备两个树上摘的西红柿 打上十字花刀 倒入200度的开水,烫一下去皮 烫好皮的番茄,我们给它去皮 最后再把番茄切成小丁 锅中油热,加入切好的葱花姜和爆香 倒入切好的西红柿丁 再来一小时油盐 这样可以快速炒出鸡水 鸡水炒出之后,倒入200度的开水 大火烧开之后,把我们的山药丁给它放进来 给我铲子轻轻的推动一下 防止它粘连到一起 调味我们只需要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松茸鲜 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只有食用盐和菌固粉 平时用它来炒菜炖汤 只需要放入一点点,味道都非常的鲜美 煮至山药全部漂浮起来 看一下,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放入一把切好的青菜 再把我们提前打好的鸡蛋液给它淋进来 出锅之前淋入适量的小抹香油 打入一把提前泡好的枸杞增加营养 装在一个漂亮的大碗里面 这样做的山药疙瘩汤 汤鲜味美,营养又丰富 而且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我家早餐实在有9顿都是这样吃 天冷喝上一碗真的是暖心又难胃啊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点赞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